福建县村土楼数万座,几乎每座土楼都是聚座而居。 林氏家族在镇城楼里生活了109年, 江氏家族在城汽楼里生活了313年, 徐氏家族在吉庆楼里生活了602年, 而最早的土楼更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。 有资料显示, 自西晋末永家年间至南宋末年, 中原汉人因躲避战乱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南迁。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, 在如今的广东、江西、福建一带停下了脚步, 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, 便逐渐形成了客家民系。 初来乍到的客家人为防御野兽和盗匪, 研习了中原祖先的夯土技术, 并且和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, 创造性地建造出了其居住防御功能与一体的 维和性生土建筑——土楼。 在城起楼外墙的三层和四层, 有许多小小的窗口。 在过去, 这些窗户除了通风采光, 更重要的作用是尖坐枪眼, 打击来犯之底。 在永定, 许多土楼只有一扇大门, 只要将大门一关, 整座土楼就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。 事实上, 客家人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初, 建造的土楼并非原形。 1424年, 江市先人建造的第一座土楼 并为方形五云楼。 1709年, 建成了原形城起楼。 1820年, 建成了方形市泽楼。 1965年, 建成了圆形桥浮楼。 站在这些或方或圆的土楼前, 仿佛在阅览一部 跨越六百多年的土楼建筑史。